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说曾经有数据显示 德国人每年吃掉的大蒜的数量简直令人咋舌 足足有超过8000吨的大蒜被吃掉 可以说在德国当地 大蒜已经融入到当地人各种饮食里 他们将大蒜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美食 比如蒜泥面包 蒜头炸鱼 蒜泥酒等 甚至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就连我们所熟知的蛋糕冰淇淋这些甜品都有大蒜味 德国人一日三餐的菜单是这样的 早上是他们喜爱的大蒜面包 到了午餐则换上了蒜头通心粉 蒜头炸薯片 而晚餐的主食则是蒜头牛排或者蒜头炸鱼 如果兴致来了还会搭配大蒜酒 如果一家人坐在一起 则还会有放松心情的大蒜口味的蛋糕等甜品 总之无论三餐怎样搭配 就是炖炖不离大蒜 餐餐不少大蒜 怎么样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也想来炖大蒜餐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